近日台11线发生了多起交通意外 也造成了人员的死亡 旧民意代表呼吁交通管理单位 是否能够在山区湾区的道路设立警示牌 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 也能够提供用路人的安全 近日台11线经常发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 昨日也发生了连接车在弯道处翻车的意外 当地明代就表示 道路管理单位能够加强宣导 或是在危险路段树立警示牌 才能够让用路人有行车安全 8月19号1436台11线31K处 道达现场查看为卡车翻覆 卡车为左侧岛 人员受困于驾驶座 破坏后挡风玻璃协助人员脱困 人员为轻伤为左肩甲骨疼痛 送往门洛医院 刹车车的一个行车安全上的一个考虑 我想警方这方面要来多多用心 在有一些转弯地区 是能设设一些拦截点 或设设一些警告标志 让卡车车能够不在这样一个 竞速的情况下 保住这个用路人的一个行车安全 因为近日的交通意外 也造成人员的伤亡 是否能够加强道路的宣导 与警示标志 才能够减缓大货车行驶 在山区道路上的意外发生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